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北京时间7月1日 NBA自由球员交易市场正式开启 30支球队开始大刀库斧的签约补强 令人感到疯狂的是 在开启后的15分钟之内 就有5名球星签下了总合同金额 超过1美元的超级顶薪许约 其中 约基奇 布克和迪尔的金额最高 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后 约基奇兑现承诺 他以5年2.56亿的超级顶薪许约绝金 随后 德文布克4年2.14亿美元 超级顶薪提前续约太阳 据悉 布克最快下周签署合同 除此之外 七才球星布拉德利·比尔 和球队达成了5年2.51亿的 超级顶薪许约合同 同时 小加安芬妮·西蒙斯 以4年1亿美元与续约开拓者 布伦森尼勘的独行侠 他与尼克斯签下了一份 4年价值1.04亿美元的合同 除此之外 NBA铭记砰的报道 NBA官方正式确定了 下赛季的工资贸与奢侈税触发现 其中 工资贸为1.2365亿美金 奢侈税触发现为1.50267亿美金 随着自由球员交易市场的正式开启 就连此前雷声大于点小的胡人也开始行动了 在佩林卡承诺胡人每个位置都会有所改变之后 在自由球员市场正式开启之前 他们在两个交易频发的节点 选秀大会和自由球员市场前的24小时 都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补强操作 次门总第三事务顺位 克里斯蒂成了胡人唯一的补强 不过 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的第一时间 佩林卡没有选择按兵不动 胡人目标明确 连续达成多比签约 三巨头重组希望重燃 胡人换血成功的同时 多人将宣告离开 先来看看胡人在自由球员市场 开启后的第一时间都完成了哪些签约吧 根据NBA记者OG和沙姆斯的报道 胡人先是用两年合同拿下了 曾短暂为他们效力过的年轻中风达米恩琼斯 胡人和琼斯的合同第二年是带有球员选项的 此外 胡人用一年650万美元的 中产特利签下了来自 马兹的自由球员朗尼沃克 随后他们分别与特洛伊布朗 和胡安安德森达成了一年老江底薪的合同 至此 胡人的阵容大名单来到了12人次 根据以往的经验 胡人会保持阵容的灵活性 他们不会一口气牵满15人 短期内 胡人可能会再观察一番 简单来分析下这几笔签约吧 首先作为一名底薪中锋 琼斯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在效力胡人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一定的吃饼能力和弹跳能力 他的防守不算顶级 但作为中锋球员可以切入顺下 有一定的互况 底薪可以被拿下 这比签约还算不错 除了中锋琼斯之外 其余三人 沃克 布朗和安德森都是身高接近2米的锋线球员 他们的体型比较高大 且保持了脚下的灵活 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安德森也只有29岁 从身材和年龄这一块 胡人完成了既定目标 佩林卡承诺会让胡人的阵容变得更加高大 且让阵容更加年轻化 这两点是完成了 从场上的极战力角度来看 说实话沃克是可以期待的 他在马次场均可以拿到12分 并且是一个可以吃球进攻的球员 当然了 他也更贵 千小沃克用掉了胡人休赛期 没一个中产特例 接下来除了交易之外 胡人只能用低薪填补阵容 而安德森则是在季后赛被勇士放弃使用了 说难听点 常规赛用用还行 季后赛就别指望了 22岁的布朗同样有一定的潜力 下赛季 胡人的内部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一些 老实说 胡人有种从养老院 变身成幼儿园的意思 说直白点 就是这些球员可能都需要时间成长 不过比其次前又老又矮又慢的阵容 如今胡人的身材和年龄得到了升级 这让教练有了可以调教的机会 不过 胡人球迷还是不要期待 这些签约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 胡人最关键还是要解决两点 一是浓眉的健康 二是微少这个点 浓眉的问题除了需要教练组 合理安排他的出场时间和球场工作之外 其余只能看运气和他自己的训练了 而微少的问题如今再次出现了曙光 随着自由球员市场正式开启 各自NBA球队进行了新一轮的疯狂抢人大战 比起其他球队连续达成各种签约 蓝旺稍稍限的低调了一些 新资空间被填满的他们签下了罗伊斯奥尼尔 并且一两年两千万美元的合同 以及两年一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的合同 分别续约了克拉克斯顿和帕迪尼尔斯 看起来蓝旺仍希望围绕这一杜兰特 欧文一级西蒙斯为核心的三巨头搭建球队阵容 冲死冠军 然杜兰特的一个突发决定让整个联盟都震惊了 根据NBA记者沙姆斯的报道 多名消息员是确认 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前的最后时刻 杜兰特突然向蓝王管理层提出了交易申请 随后蓝王总经理马克斯开始着手和 杜兰特一起为后者寻找一个新的下家 根据补充报道显示 杜兰特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蓝王老板蔡冲写 后者同意了他的离队申请 而杜兰特在申请离队之后 他的意向下家包括太阳和热火这两只 东西部本赛季排名常规赛第一的球队 不过当杜兰特申请交易之后 联盟中超过一般的球队跟蓝王打去了电话 他们都询问了杜兰特的交易筹码 杜兰特决定离开蓝王之后 欧文的未来也变得扑朔明明了起来 根据NBA记者欧姿的报道 在欧文决定执行球员选项留在蓝王之后 杜兰特虽然在播客节目中表示过支持欧文 但他们两人之间还没有任何交流 如今来讲 杜兰特铁定要在这个休赛期离队了 而蓝王基本也要跟欧文分道扬镳 很显然欧文在蓝王打完这个赛季也会走人 用欧文换回一些包括选秀权在内的 未来资产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 如此一来 自从哈登离开蓝王之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 杜兰特和欧文也将相继离开 蓝王显日的豪华三巨头正式宣告分崩离析 不过话说回来 蓝王如今分崩离析 胡人得到欧文的机会又来了 根据报道 胡人不仅是欧文下架的领导者 他们甚至在赔利方面也排在第一 NBA记者温德霍斯特如此说道 欧文在专注于强行加盟胡人 如今欧文的交易价值下跌 市场上真正有意得到欧文的只有胡人 蓝王在推翻重建 并且在欧文除了胡人几乎没人要的 情况下没有任何主动权 说难听点 只要胡人愿意搭上他们 2027年和2029年的首轮选秀权 蓝王可能被迫就要接受微少的合同 帮助胡人解决问题 显然 欧文给其他球队的 态度有点类似当初的浓美 就是其他球队得到他 也只有一年的使用权 加上欧文本身交易价值就大跌 这让胡人成了欧文下架的绝对领跑者 一些NBA记者也纷纷给出了 一些欧文加盟胡人的方案 除了蓝王和胡人直接交易之外 其中还有一些三方交易的方案 甚至在我看来 胡人还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格 他们可以节省下一个首轮 不过看来看去 目前最惨的还是西蒙斯 从费城出来 他想去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 原本蓝王是不错的选择 这一下子西蒙斯直接到了云南球队了 不管最终胡人能组成怎样的阵容 很多此前效力胡人的 球员都要和球队说再见了 比如贝兹莫尔 霍华德 安东尼 蒙克等人 蒙克更是在得到了 胡人中产特例的报价 之后选择了国王两年 1900万美元的合同 这也无可厚非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有更多的钱不挣才有问题 也正是在蒙克拒绝的胡人之后 胡人才转而去用相同的合同拿下我课 不过 还是那句话 角色阵容无论怎么换 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胡人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 胡人也将全力追求欧文 胡人的消息就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看一看勇士的消息 据消息透露 勇士对传来两个消息 但却是一喜一忧 吸的是SP公布了年度最佳NBA球员奖候选人名单 和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候选人名单 库里成功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 库里是唯一一位入选 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候选人名单的NBA球员 毫无疑问 库里就是NBA本年度的招牌球星 这也意味着库里基本上 锁定了年度最佳NBA球员奖 有的是 来自勇士对官方的消息 球队二轮秀龙丝遭遇 右脚第五肢骨阴隶性骨折的商兵 无缘下季联赛 为了选中罗林斯 勇士队付出了51号钱和200万美金的代价 可谓是得不成失 过去八年 勇士队夺得四冠 唯一能阻挡他们的就是商兵 希望商兵能够远离勇士